GPS将对中国卡脖子失效 北斗究竟有何厉害之处 美网友 北斗将终结美国在航天领域的霸主地位 日前有媒体报道 中国将最后两次发射北斗卫星 完成导航星座部署 西方人坦诚 北斗系统将是我军摆脱对美国GPS系统的依赖 意味着GPS将对中国卡脖子失效 有分析称 在未来覆盖面广泛应用中 毫无疑问 北斗号绝对是强者荣耀 下面我们来看看北斗的厉害之处 随着科技的发展高度精确 北斗号能够在卫星数量两个以上就可以稳定工作 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 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可广泛应用的定位系统 可控性与灵活性随着科技的可持续迅速发展 足够弥漫整个地球各国的应用 其次 在卫星运转正常下 无论信道系统有多繁忙 都能很顺畅地完成覆盖率和信息反馈 那么有了北斗号能更好地服务于全球 我国不但不再出高价购买GPS的使用权 还能够赚取全球货币资金 这不得不说是目前世界级的特大好消息 更是科学界的璀璨明珠 在未来的科技与经济道路上 中国的北斗号逐步完善发展进步的同时 改进 优化设计与系统数据体现 让北斗号继续持诚在全球 为全世界服务 再者 北斗号性价比都高于GPS 这才是北斗号最值得全球信赖的唯一标准 中国的科技在经济价值的高度力挺下 能够更好地为其他需求国家所应用 不光是经济实惠 更让人放心的是隐蔽性与高精度 随着社会体系高速运转 人们的生活与工作越来越离不开科技 那么目前只有北斗号才是世界上最值得应用 可更换 可保密 可升级的定位系统与通讯设备 三频可调控 可减弱电力层对电磁波的影响 北斗号系统首创采用了KA频段 这种测量型的星间链路技术 这项技术使所有北斗卫星连成一个大网 每颗星之间可以通化 可以测距 一星通 星星通 使卫星定位的精度大幅度提高 另外 各个卫星的星在原子中之间可以同步走 提高了整个导航系统时间同步的精度 由此可见 北斗号无论从哪个应用层面与角度 都是不可替代的王者 广泛应用与全球共用 足够促使北斗号更近一个的科研成果 与时俱进于未来世界 甚至有美国网友表示 北斗系统是中国打造的 能与GPS匹敌的强劲对手 种种信息显示 北斗将终结美国在航天领域的霸主地位